今天的开讲国际议题早安 我是树林 你好我是真心诚 大家好我是廖朝记 是这个星期呢 我们还是要继续跟大家跟进俄乌战争的这个进展 是因为那个我们之前谈过的玛丽波的这个首城战 尤其说他撑过了那个俄罗斯的那个胜利日 讲过很多次嘛 就是俄罗斯 对不起 俄罗斯呢 是需要有一些重要的战功 以去认证这个普丁特殊军事行动 入侵乌克兰 需要有一些战功 然后原来的计划呢 是打算在胜利日的时候呢 做出一些宣布 结果玛丽波挺住了 可是前两天呢 玛丽波就是发生了所谓的守军撤离的一个情况 当然这个又是同一个事件的两边说法了 而放就觉得说 这个是玛丽波的这个钢铁厂投降了 类似这样 而从这个这个乌克兰方呢 他其实是经过跟这个俄罗斯的谈判 而使得这个他里面的那个守军呢 完成了他们的这个战斗任务 然后撤离了那个亚述钢铁厂 从画面上来看是好多辆巴士车的 好多辆巴士车呢 进去那个亚述钢铁厂呢 大概运走了260名士兵 其中呢 大约有53名的呃伤势比较严重的士兵呢 被完全取下到这个孤军守着这个亚述钢铁厂呢 一直都被誉为是一个整个乌克兰向世界展现出他们顽强的抵抗能力的这样一个象征 因此这个事情为什么能够发生呢 那其实也是因为双方经历过谈判 交换 类似说交换战俘的意思 因此现在呢 就是说这些亚述的这些乌克兰的这些士兵都被送往亲俄的地区的医院救治 在国际传媒就在想说 这个到底算不算战俘呢 诸如此类 目前还没有定案 但是与此同时呢 乌克兰呢 也把一部分的这个他们俘虏的这个俄罗斯士兵呢 就交回给了这个俄罗斯的 所以基本上这会是一个 当然这个结果发生是在5月10号以后 这个俄国胜利日以后 所以这个到底对普京是一个喜讯吗 或者是一个战胜的一个小小的成就吗 看起来好像也不是 虽然现在呢 当然亚述钢铁厂已经没有守军的时候 名义上呢整个这个马利波城 已经被俄军所完全控制的了 但是他这个算不算成功占领的呢 也很难说是一个战功了 因为他这个过程并不是我们以为的 或者并不是以俄罗斯军队以为的 用强大的军力啊 攻陷下来 对不对 他后面是以这样的一种相对和平 人道主义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危机的 所以因此在这个问题上 你就发现到了两边的这个媒体的 对于这个事情的渲染是完全是 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了 那另外一边像我们就注意到一个有趣的 现在就今天你们早上报那个新闻的时候 有报道的这个芬兰跟瑞典 将会在这个 最快会在5月18号正式向北约提出 加入这个北约 这个情况很特别 他基本上是已经申请加入北约 那估计这个过程不会很久 是很快就会生效 然后等等他们就会是北约的成员 是一般上这个程序其实可能他会需要 因为他需要那个北约30个成员国的这个批准 一般上可能要耗时4个月到1年 不碍于现在的这个国际情势而言 或许整个速度会加快 对但是我们知道土耳其是反对的 而且土耳其反对的非常激烈 这个问题展开起来会讲的比较长 我们可以留在下一周的时候等相关的那个背景的资讯 因为现在有一些有一些努力 北约在进行一些努力 看能不能够说服这个土耳其诸如此类 但是我们谈一谈芬兰跟瑞典的这个事情 你要知道芬兰跟瑞典一向来 他是跟那个俄罗斯也是接染的 一向来他们抱持的这个政策就是不结盟政策 对不对 而且过去芬兰境内的这个民调一直都不是很愿意加入这个北约 然后我们回顾一下乌克兰危机正好是北约东扩 对不对 所以才导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隐忧 才发生这个特殊军事行动 对不对 然后同时在这个乌克兰危机当时发生的时候 同时俄罗斯也警告过这个芬兰跟瑞典 你们看到 如果你们类似像这个乌克兰这么不安分的话 加入北约的话 你看我的军队就来了 类似这样 可是为什么这个整个俄乌战争 演变到今天反而发生了一个反效果 就原来这些本来是乖乖排的不结盟的 你的周边的芬兰跟瑞典 突然间整个局势倒过来 这个正好这个真的就是乌克兰危机 所导致的这个超乎普京意料之外的这个结果 尤其他们这个芬兰境内的民众 对于这个加入这个北约的这个民调 有超过七成是想要加入这个北约 就整个的民情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瑞典也是类似的 当然从北约的观点来看 他们是非常欢迎这两个国家加入的 是那当然北约是一个防卫合作的组织 是那某程度上来讲呢 就是一些军事力量的合作 那就是说我们就点像结派 是结盟结派这样子 好你是我们的一份子 那我就保你 如果今天有别人来侵犯你啊等等的 是那讲是讲防卫 那所谓的防卫军事就去 那他也可以有程度 可能会有进攻的动作啊等等的侵犯的动作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俄罗斯会一直不满 但是我不晓得普京对于这样的所谓反效果 原来我的军事力量 这个军事行动是 怎么说震慑不了其他国家 对他原来想是打乌克兰 给其他蠢蠢欲动的国家看 对不对 你看如果你们像乌克兰这样不安分的话 那接下来我的军队就来了 我不是跟你玩玩的 对但是呢 反而这个形成反效果了 而且北约 如果瑞典跟芬兰加入的话呢 那整个波罗的海沿线的防御呢 就完整了 这当然是涉及到原来北约东扩的一个动机 就是围堵这个俄罗斯嘛 对不对 那反而这个反效果加入了以后呢 那这个俄罗斯就被迫需要把他的那个军事部署呢 拉长了 拉到这个俄罗斯跟芬兰的这样的一个边界里面 而且呢 这样的话就和波罗的海三国已经是北约的三个门国 形成一条防御链了你知道吗 这真的是普京最不想看到的 对不对 而且那当然就有个问题 你这样的话 难道你不怕俄罗斯也一样这样子来对付乌克兰来对付你吗 类似这样对不对 就是瑞典跟芬兰 对对对对 然后这时候你发现到 那如果你到时候要反正都是要靠边站的 那会不会其实就是因为一些小国 他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他总不能去求和还是什么 那就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 只好加入组织 他是没有选择吗 他现在情况有点尴尬 第一单就第一 OK 因为乌克兰 对不起 因为俄罗斯去进攻乌克兰 原来的地面上的部队的大部分移去的乌克兰 而且损失惨重 因此呢 有点像是说原来大家害怕的 这个俄罗斯巨大的军力的威慑 其实好像外强中干 有点类似这样 所以呢 这是第一点 所以本来芬兰跟瑞典是害怕的 可是发现到 其实我们如果没有想象中这样子 对我们这时候宣布加入的话 反而其实俄罗斯如果想要动用局地的话 好像也有一点力不从心 翻不过来 有点力不从心 因为乌克兰的战事还没有还没有完成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觉得是西方世界对于这个整个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所展现出来的高度的合作和互助 无论是兵器援助啊 你要知道啊 这个从芬兰瑞典的这个武器的那个实力 是远远超越乌克兰的 所以你看看 他发现到这个整个西方力量的这种 合成一切 对抗俄罗斯的这样的作用 我觉得也增加了芬兰和瑞典的信心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博弈 好 你之前警告过我不能靠边站 好 如果我靠边站的话 我可能会变成是乌克兰 好 那我们看看乌克兰发生了什么事 整个二月开始到现在下来 好像俄罗斯推进的很难 而且好像快要变成残局了 对吧 而且俄罗斯军队损失了 差不多16%的 对 他变成残局了 就是说你原来说要一举 要一举攻攻下 一个月内要数战数决 没办法 这样已经变成消耗战了 那消耗战以后 会不会结果要用一个外交的一种 谈判的方式 灰头土脸的就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就发现原来我州旁边的 这个军事大大国 可能在他的这个军事力量上 其实还没有如想象中的 那么的强大 那这时候加入西方文国 可能会是好契机 就更可更可靠这样子了 好 那相信接下来呢 还会有更多的进展 可以跟大家分析和梳理的 这里